我自从上边那个种芽 然后这个也起 这也起 也不知道是碰巧还怎么样 反正我这好几年都没有起过了 你看这最近就连上了 然后我们呢 我俩现在呢 出门去到朋友家 然后是干啥呢 去看房子 那个朋友呢 跟我们说 有一个房子 他说特别的不一样 让他很动心 我听着我都没听懂 他说的是个什么意思 然后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说那我也去看一看 是个什么样的房子 反正他说是不一样的房子 跟平时我们看到的房子不一样 到底什么让他这么动心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出发了 就这个小区是吧 对 就这个红楼啊 不是红楼 那么近呢 哦 星期天 你好 我现在到那个销售中心去 看房子 对对对 往后来一点 靠边请你讲 好的 我们看一个最小的 再看一个大的 你还挺熟悉 就是要先到这儿看 因为想买嘛 就是来了 对啊 那你能够了解 我说你们有这个意象吗 借大家做个邻居 哈哈哈哈 对 真的没错 这边是采用的是什么呢 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水景景观 基金打造的 新加坡是一个海上城市吗 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啊 这有意义想买哪个 我本来就这个嘛 为什么你要买这个 这个不是临路吗 不是 它这个就是景观 景观比较 就是它后边有景观呗 对对对 可是它也临街呀 这不是街吗 临街不长 是吗 它不是主路 哦 你说这 那可是这边是个电电房呢 它直接对着这个景观 你说那个 对着这个 这条 这是河呀 这不是 这是马路 为啥你觉得马路好啊 没有啊 它上面没声音的 双层窗根本没声音 哇那 那还是中间的套多好啊 你看那套 那边也是景观房 你看那套多好 前面是水景 后边 后边呢 它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两边又不挨着路 然后你这一栋 你看看后边 这一栋的后边 主要就是个电电房 中间那个好 中间没有任何毛病 它四文了 哦 你看中间那个水景围绕 这多好啊 其实要看这个 结束了 8号楼还有啊 就一楼四楼 十四楼结束了 对 然后八号楼还剩多大的 三百五 就是楼层了 三百五 顶楼还有一个富士 四百八十五 四百八十五 然后三百五 然后没有其他的 二百多的 没有 中间那个没有两百多 然后那边那个有两百多的 啊 这边吗 有两百多的 两百三的 哪个哪个 哪个有两百三 这个有两百三 还有这个有两百三 两百三 那边可以随便选 因为这个是今年刚开的 就是七号楼 大概加倍 你总加倍再多 三万五到三万七之间 哇还挺贵呢 对 电梯 就是蔚来实际交付的电梯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就是电梯了 一百七的 诶 他这个客厅看着还挺宽敞 小高度够 诶 这个主卧是吧 这个层高的话 是三卧的 然后这边目前的金层高 是在就装修完以后的 2.87的一个 哦 这个房间还可以啊 简直说你一天开室的话 你要注意点 因为 就是一个 这个呢 这个有没有啊 没有 这也没有啊 卫生间的镜子有没有啊 有的 这个全部都有 这是可移动的那些没有啊 哦 我画的那些有 你看这个随便 他才一百七 诶 这个是交付标准吗 整个厨房 哦 那这个是厨房 其实是厨房 这厨房不错 冷气灶 冰箱 蒸烤一体机 这后面这个是蒸烤一体机 这厨房还是不错 然后这边的一个洗碗机 洗碗机 五件套 一百七不少了 哎呀 我在上海的房子一百五的 比这个可是小太多了 哇 这个 这个 这是儿子的房子 嗯 这是男孩子的房间 男孩子的房间 很酷 这个设计挺好 是不是 这个床 三十 哦 四个房间 那他这个 这是足夺的 那他得房率还是挺高的 就比我们家那一百五的 那个要大多了 是不是 我们那个一百五的三居室哈 然后两个房间还都可小可小了 你看他这一百七寸土寸金 那他也不应该 我感觉 那你要没有这个 进来以后您主要是买三样东西吧 床 柜子打一打 沙发 这是木质里的 电器里的 买个洗衣机就好了 哎 那你这个柜子要是没有的话 他不变成一进来是一个开放的 这么大 然后就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国人还是喜欢什么的 他这个设计挺好 就是一个一毛钱在自己房间里面 这个设计挺好 你看 这个这个设计挺好 是不是 这个设计蛮好 还不错 他这个一百七 我觉得还真不错 一百七不就够了吗 你还要买二百多的 我还觉得小 这还小啊 四个房间 你们就两个人 哇 这阳台不错 这个好看 够了 两个人养老 这个房子已经偏大了 这客厅 哇 这客厅还小 你这压抑的 你这住别墅住惯了 我去看看你说的那个 我很好听你说的那种 对 是吗 这个就是一般的房子吗 这一般 很一般的 对吧 很普通的 我们到哪里看房子 都这样子的规格 那倒是 没什么特别 可不是五百多万 这五百多万 这房子还真不错 五百多万 这是啥地方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 孩子的活动中心 挺好看的 就是物业啊 这色彩 色彩 能够房子的 够到这里的 叶主的活动中心 这不是巧空客厅吗 没有 那个十百八 巧空多了一百多 两百多 我还期待着 完全不一样的 它有一个操作台 这个有点不轮不累 不好看 这个不好 这是一个房间 露台上的搞得还不错 好 我觉得这个要是跟一百七比起来 我宁可买一百七的 没有多大意义 对 没有多大意义 这个储藏间还不错 这有个储藏间还不错 其实一个房子 其实很需要一个储藏间 当然了 储藏间很重要 这是主卧 这个主卧 它现在都这样 这个主卧看来中间这一组柜子 他也不给提供 应该都是 这一段你自己去 这柜子有不少钱 你说是吧台 他还弄一个洗手 洗菜盆 对对对 你说是那个 有必要吗 我觉得没必要 那个地方太没必要 因为人家那个吧 后面是厨房 对 因为那个不轮不累的 没有必要 我也觉得多次一天 而且不轮不累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还不如就直接做成一个吧台 更好一些 它这个是个操作台 倒台的概念 后面又没有厨房 对 也是吧台的感觉 绝对不像西厨 对啊 西厨一般也不能在这个里 你下面一层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水果 利用起来 这个好 多了一个北面阳台 可以那个什么 可以晾衣服的 可以放洗衣机 多了一个这个功能 但是呢 它没独立的一个过道 而是从小收房 这一层是干啥用的 哇 这里边装出来真好看 我就喜欢这种高高的层高 它这个高啊 架空层 这架空层是干嘛用的 哇 好看 其他楼也会 也会是这样的 就这一栋啊 就只有卖房子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看 我说的吗 你说只有这一栋楼 架空层是这样装修 未来可能作为一个什么活动中心 什么 两天一户啊 这边就是 直接天气 地面直接上食材了 哦 哦 哦 是不一样 怪不得你老说 然后这个是和三代都不影响 哦 对 这可以 它没有就是 全体独立了 就没有什么主卧之风了 就是我们 但我先看那边 你可能会觉得是主卧 那边不是主卧 我问一下 你这个墙面有吗 有 然后这边有 这边也有 哦 这边也有 灯没吧 灯具没有 这个灯 我跟你讲 也没30万的 那相当于你们是一个大平层 然后有一个这样调空空间 不需要电梯 不需要楼梯 不需要 那这个还是有 然后不需要楼梯 485个时候 没有楼梯 你一般的要调空的话 你不是得需要一个楼梯吗 就是有时候关节不是不舒服吗 经常爬楼梯 爬来爬来 对的 对的 它不上楼上 它没有楼上 它的梁台也很特殊 你看 你这个是没有楼上 就是这个 就是冰层 然后那 这设计的很有意思 越片这个师алась 在机身上 是另外很多人 一层 另外一层 他 他是那边 对 大别的客厅浇 我还想着 奇怪 但这个很好 这个设计很好 因为 narrow the 因为同流 然后又喜欢挑空 然后又不喜欢上楼 然后这个好 然后又觉得 就是别墅的感觉 哎 这个这个好 这个好 我就pee 我就看成这个 难怪呢 这个是一千多万 这个挺好 怪不得 你看这个确实看230 那个就没有意思 175更加看不上 那是那是明白了 做得很好 但是从你说太小了 好像一进来 他就觉得这个 他说要改造 这个不需要改造了 挺好了 但是你进来没有啊 他那意思要这样的 要做个大的是吧 要做个大的 这个有点小是吧 这个没有吗 这个没有吗 有 这肯定有 厨房有 这个叫什么 上面那个什么 金属房 但我给你讲一下 这个是父母房 父母房 搞得是父母房 也可以说成双主 就是双主 我们以下的户型 就是大平坚 他只有一台冰箱 强烈一点 这是两个 这边一个冰箱 这边还有一台冰箱 双冰箱 那这个是好 对 这是保姆房 对 保姆房 保姆房也好 也很好 位置没有 可以往往 就是你现在 你会需要保姆的话 你这边弄好 弄一个工作室 或者在外面 对吧 那是工作阳 然后那边洗衣机可以 这边先好 他这里空的吧 怪不得的呢 这里空的吧 他看了这个 洗衣机对吧 这里晒衣服 母房的洗手间还不错 这个房子确实不错 127, 四楼 四楼 这三楼,上面也有一套,最便宜的套 那位你能穿上 bits的,只是那里面还有一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有那种主意 还有一套 这一个人比出来 这一套 Estados Unidos 这是一套戴的 这是一套戴的 加上一套戴 这套戴的戴 这个设计还是有特点 这个设计还是有特点 一个平层 然后带一个挑空的客厅 是啊是啊 这个因为你要想要挑空 就有点像别墅的感觉 这个确实有特点 这主卧不错 还有一个书房 这个是四包衣了 四包衣 这一个一毛间开放的一毛间 其实你真正的哪能摆成这样 当然了 这衣服了 是不是啊真正的 这个就是样板房嘛 没错 就给你那个样板 可是你自己设计的时候 你就得坐上门了 咋说的四合一啊 我没明白 四合一啊 书房卧室 卫生间 还有一个样板 这个有吗 没有 这个没有啊 这个都要自己打的 这咋不可以一起弄出来 你买 你买这 这依然打了 没打就把我们设计 这多好啊 设计的 你让自己弄 弄不出来啊 所有卧室 主卧室 它都不可以合开的 一贵 就开了 我们就不交付 我知道 不交付 这个阳台小啊 对小阳台 这是第三个阳台 刚刚我们其实客厅那里还有一个阳台 客厅一共三个阳台 一个是一个阳台 后面还有一个阳台 后边背景有吗 有的 它背景有的 到这边 到那儿 买吧 这个好看 它现在没了 没了 突然还没了 还有几个 不过你说你要是养老 然后你还要去养老医院 对 然后你还买个这么大房子 你这浪费啊 地下层作为 书房 这是作为一些健身房 健身房 然后地下层作为吃饭的 最多就是做客厅 然后卧室的话 只能是在二楼三楼 然后以前的别墅区 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于 大陆是没有电梯的 就是少工的 或者说以前有些人 提前改过统建的 以前松嘛 直接开很间铁 原装电梯的 但现在新一个 就是说 比较通贯 小房子比较严 国际大都市这种建筑风格 我们也是现代风格 好 以前的别墅区十几年前 你看现在别人可以 还是收入的 就是一个产品力 肯定要 产品好 购义 就是小购义有点满 我看你的小购义 都先进去 进来了 285带调风的 跟那这两个事了 这个就是特别的说客厅调风 他把客厅调风做到最长的 不一样 就是每一次看都会 这个总价比那个低多少 这个好 好 马克思 就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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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客厅 客厅不是在公厕吗 你画到那边 画到北面 对 对 卧室朝东 卧室朝东 这个是朝北 就是想那儿的 对 这个就是说 上午到一点钟 这个就是说 下午 就是上午没有 上午没有 就说我卧不了 每位 确实觉得 那乱七六四万多 那一晶四万多 对 那个七十五八十百万 就是三万万 加一百七十万 他就差这么多起来 上三百万 诶 那不是一千五百七八十万吗 那是四楼 那个也是迷路的 那个是四楼吧 对 差不多 对 然后这个面积是两百八十万 就上场个七十百万 差了 射击 然后我还叫那个 那儿 但是他第一次下百七万 那现在还可以 这个调空的它是玻璃亮 那个是墙 这是三居室 跟那个房间是一样的 那个也是4加1是吧 刚刚是5加1 这是5加1 那边是4加1 这是4加1 那边是5加1 主卧差不多 主卧差不多 这个能便宜多少钱呢 这个比较便宜 那肯定啊 这个280 那个380 差100 1千出头 1千出头 这个 那还有楼层 对楼层 但是呢 楼层 5加10 这个黄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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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到250 就缺了一个 100公斤 我不会摊 哈哈 摊得很全套呢 268 285 6加1 2加1